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今天晚上呢我们最要关注的就是全国瞩目的提名日的情况 那很多的老百姓都会在问 这一次呢创下了多个最多 包括候选人最多 那大家就会问 选战开打了 打得怎么样 马上就来看这几张对垒形势表 少拉越州选举提名在今天顺利举行 冒陈古静 成为其中一个焦点战区 两个国会底下的五个州一席全面开打 在福洛安 刚刚退出公正党的原任州议员黄锦和 确定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 面对来自行动党的新人黄庆伟 以及人联党候选人沈坚实的挑战 在彭领 行动党原任议员杨威慧碰上人联党的心脏专科医生沈桂贤 形成律师对医生的局面 在巴都林当 前公正党党员徐丽娜投入战局 硬碰公正党的施志豪 以及人联党的薛华东 徐丽娜曾经在公正党党选挑战施志豪 不过最终却落败 行动党杀中秘书张建仁在各打圣逃杀寻求威勉 却得面对卷土重来的人联党宣教秘书叶金来 以及三千多张邮寄选票集中的挑战 在石角区 人联党原任议员陈如飞 则遇上行动党的女候选人周婉诗 在中沙底下 有六个州议席战情激烈 其中四个议席由明联行动党和国阵人联党直接对垒 另外两个州议席则出现三角战 在四里街的鲁国选区 原任人联党议员邓文奇受到来自火箭的黄华锡挑战 而马拉端原任行动党议员陈子慧 则面对人联党的林启庆校正 在五级阿瑟州议席则出现三角战 社运人士许长发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 挑战人联党新人前本统 以及寻求威勉的行动党沙洲主席黄和联 比邻的都东州议席则由南南区国会议员兼师乌师议会主席张太清 行动党候选人易海亮 以及独立候选人马道上演三角演绎的戏码 在八王阿山州议席方面 则由民主行动党派出美女刺客刘强燕 单挑首途的人联党属立秘书长兼沙洲第二副首长黄顺葛 小刀能否拒大树令人期待 巴拉旺州议席则由人联党候选人吴春强和行动党候选人黄培根直接对垒 值得一提的是吴春强在上一届州选举只是以200多张多数票拿下这一个州议席 因此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在沙拉越北部方面 基督龙援任行动党州议员邹正新将会遇上来自人联党的林光猛 人联党主席陈康南则在美里的贝尔骚碰上行动党新人林斯健 在普役选区 行动党派出房宝德校正人联党的谢超发 而在施纳丁 人联党的李锦盛则对上公正党的张永庆 在土著选区方面 距离古近一个小时车程的文额将出现视角战 其中国政人联党的耶里苏修将对上公正党的威力盟精 国民党的李查比德马格列以及独立人士韦佐多米 在这个以比达友族为主的选区 由于面对新建水坝以及原住民封属地的问题 导致执政党面对相当大的挑战 公正党重量级候选人尼普拉斯·巴温 则会出战巴当爱 利害国政人民党的貌侃陌生 在上一届州选 尼普拉斯以806张多数票落败 不过在过后的普选 则以1854张多数票进一步被抛开 沙州30年首长泰逸将在万年焉州一席首土 他将面对公正党候选人 苏利亚裔以及前副教育部长 沙烈加华鲁英的双面夹击 公正党沙州主席巴鲁比安 将再次竞选巴加拉兰区 他在上一届州选 只是以475张多数票落败 好 看过我们统整的焦点选区的战况 至于今天早上候选人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马上连线到 人在古静的东方日报副新闻编辑蓝志峰 是 志峰你好 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们根据你在现场的观察 在古静今天早上整个提名过程 甚至是整个沙拉月 哪一些是出乎你的意料的 是的 志峰 今天是第10届沙拉月州选举的提名日 然后截至下午4点的时候 选委会就正式公布这一届的选举的完整的名单 这一届选举创下了至少有三个记录 我可以数三个记录 第一就是史上最多候选人的一次 就是213人 第二就是最多独立人士的一次 就是41人 以及第三是全线开达 就是所有近一个席位都开达 没有不劳而获的情况 上一届的这个选举是在2016年 当时是有两个席位不劳而获 而这一次是完全没有不劳而获的这个情况出现 而且最多选区的就是六角战共有两个 然后接下来有五角战 四角战 三角战 以及直接对立 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提名的这个总形式 最提名中心的这个情况呢 基本上它跟西马的环境是非常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是州选举 它不是普选 所以它的这个各朝野政党的动员能力都分担了 并没有集中在特定的这个选区 所以各个个别的这个议席这个提名的人数 其实并不是说到太多 大概百多两百多不上一千人 不过呢中央的国政领袖就分别将他们的这个力量呢 都散布在焦点这个选区 比如说副首相他就出现在这个首长 但是太盲目的这个选区 然后其他比如说马华的一些副部长 这个阎炳兽呢就出现在北京南市 然后还有一些的这个中央的这个部长 以及副部长 比如说这个内政部长 副项目的他就陪着沙州副首席部长 而分加部去提名 所以大家都国政成年党在这个时刻呢 发挥了很好的这个友善互助的进行 将他们的资源都分散到 每一个重量级的这个候选人当中 陪他们走去提名中心 然后营造一个国政是很团结的一个气势 好 志峰 根据你过去几天呢在古今的观察 有哪些议题是朝野双方强大 以及选民最关注的课题又是哪些呢 萨拉越是地广人体的一个州 到目前为止国政还没有重视 推出他的这个竞选宣言 不过从之前的国政领袖 特别是首长戴曼木的演讲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戴曼木他关心的课题 其实是只有两个 第一呢就必须要确保国政继续掌握 三分之二的这个多数席位 第二呢强打的特别呢就是地方发展 这个是屡市富爽的这个特别 所以相信这个三分之二多数 以及发展将会成为这一次的这个国政杀都选举的主调 但是你来到这个15个城市 然后要否决国政三分之二的这个优势 以及重决贪污拒绝腐败之类 刚刚提到嘛这一届的选举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候选人 选民忙着认识候选人 也要忙着思考到底要投选新一届的州政府 选票去向是怎么样的 那同时呢要了解一次的州选举最重要的就是从人开始 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的制作团队呢就走访雪龙一带 发现说原来西马人连这个沙拉越的政治人物啊 政党啊都打上了很大的一个问号 那可能你也不太了解说原来东马人 是以一种动物来形容东西马之间的关系的 我们来看你不知道的沙拉越 请问沙拉越首席部长是谁 那就是沙拉越首席部长是谁 那就是沙拉越首席部长是谁 2 3 3 4 0 1 1 哎呀呀 没想到答对的人 竟然只有六位 我想太一盲目 看到这个成绩 一定会很难过 怎么说 他也是沙拉粤州 有史以来 在位最久的首席部长 算一算 也有30年咯 但接下来这一题呢 他可能也笑不出来 哪个国家的国家比较大 巴勒斯坦的国家比较大 DAP 巴勒斯坦的国家 DAP 应该是沙拉越进步党 我觉得是BN的国家比较大 在沙拉越 不太清楚 不知道 不傻的 不清楚 不清楚 不知道 不知道 其实沙拉越最大的党 就是图保党 不过在反风吹起的2006年 沙州政党却是起了微妙的变化 国阵竞选71席 赢了62席 另外9席拱手让眼了非国阵阵营 以及一位独立人士 后来一位国民党议员跳槽到国阵 让数字起了变化 先说国阵阵营 最大党不用说了 就是南岛西马仁的图保党 有35席 而人员党的11席 加上一位跳槽议员 一共有12席 另外是各有8席的民进党和人民党 非国阵阵营方面 民主行动党有6席 公正党1席 独立人士1席 站在具有独特原始气息的沙拉越 因为一股反风和上一届州选成绩 直接激励了替政的士气 迎战第10届沙拉越州选举 一定要掌握两派的战况 先说国阵阵营 沙拉越国阵主要是由图保党 人连党民进党和人民党组成 而沙拉越民连底下则有行动党 公正党回教党和国民党 沙拉越州现有71位州议员中 有16位华人代议士 人连党代表有8位 民主行动党6位 公正党和独立人士各1位 一群人来自沙拉越师屋的年轻选民 在西马吉隆坡念书工作多年 每每提到家乡 他们总会聊得特别兴奋 而最近他们最关注的话题 就是沙州选举 其实有时候我们还会跟朋友 在晚上聊天的时候 就问他们说 师屋的选票究竟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怎么样了 然后他们的名情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会从那个晚上 Facebook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到的 其实我们在外面这里来的朋友们 也很常跟师屋朋友一起聚聚聊聊 这样子 所以师屋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看你得看 木兰的眼神多自豪 相信他肯定会抽空回乡投票吧 要工作啊 飞机票等等啊 这样子就没有办法了 但如果能够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系统来说 让我们这种在外部工作的人 不用特地飞去 但我们能够在这里自行投票 什么之类等等这种东西出现 不懂能不能 追捉啦 这样子 其实这一次应该又不会回去投票 这么多次投票 再输的话 是很不方便的 因为毕竟要特地从吉隆坡飞过去 然后又要再飞回来 工作拿家又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说 并不是代表我们不爱输 可是我们是默默心里面那一块在支持输 希望能够回去参与一下 就好像投票 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亲自 好像是为我们自己国家 为我们自己的州 自己的土地 做出一些那种决定 不说不知道 原来在东马人眼中 东西马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是一头乳牛 那你会想象一下一只乳牛 乳牛好像牛西兰那种 乳牛 那乳牛 它的头是在哪一个方向 它的头是在东马那边 它在那边吃草 它的身体就是说 它那些身体就是在半岛那边 所以这种画面 就好像是你们吃我们的草 可是那些回馈就好像又没有我们的份 这种说法好像又把东马 西马分得太清楚了 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沙洲朋友 就不太喜欢这种东西之分 不要讲东马 西马 我们觉得我们是马来西亚 对不对 我们IC里面有没有写 我们是East Malaysia 没有 我们是马来西亚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同样的看法 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 这位先生虽然嘴巴上说不要分 但其实隔着一片南中国海 生活还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沙洲跟司马半岛 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 沙洲的人民会比较保守 不管对哪一方面 然后生活也比较缓慢 相比一下 因为他们没那么紧张 所以对政治认识的一方面 可能沙洲人对政治认识跟西马相比一下 还有一些差别 东马的人民 特别是华人 我相信外洲来的 或者是外国来的 给他们的一个 一个印象 第一呢就是说亲切 然后第二热情 然后第三呢就是淳朴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华人 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印象 沙老月人分别就是 清乐吧 马清乐的真的 没有这么多压力吧 没有压力 因为西马我觉得你们做工什么 走路都要比人家快一些 我每次去KL就是 在四五走路慢慢的 在KL走路就要很快这样 因为大Dexi 大巴士 大火车什么都要比人家快一些些 做的东西吃东西都要比人家快 就没有这么休闲 这样沙老月就比较slow一些些 难道真的是slow slow来比较好 在沙拉月 你随处都能见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融洽画面 这种人际关系方面 西马的跟那边的就不同 我记得去年前年2009年 首相Najib来的时候 他第一次来他就是 返回我们的帕萨巴拉 他帕萨巴拉的时候他下去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马来堂位 他在那边叫他握手 旁边那边就是一个华人卖包 华人卖包一定有猪肉 他第一个公开在讲 他说沙拉月已经是马来西亚 他说 他说我们要学习沙拉月 其实是要稳定沙拉月洲各民族之间 大家都要和沐相处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咖啡店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不同种族的 这些摊贩在里面 大家共同营业 我这种情况 我在西马 似乎很少看到 因为我有去过几次西马 然后也到那边采访过 一些这个节目什么 所以对比起来 我反而觉得说 现在沙拉月的这边 我觉得更能够体现 那个首相 他所提到的 这个伊根马来西亚 到目前几十年来 我们这边 没有一个族群好像是说到 打热啊 什么啦 宗教问题困扰啊 有教育问题啊 都没有这种事情 在同一个国家 因为不同的政治生态 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呢 体验也不一样 就好像今天 你看沙州 进入了选举战 可是西马的朋友呢 就好像是隔岸观战 那作为年轻选民 当然就会很想知道说 年轻人是怎么看待 这一届的州选举 是不是会很紧张 州选举的成绩呢 明天我们将会深入 带你了解 沙州年轻选民的心态 看看他们 是如何看待 这一次的选举 同时对他们而言 是不是离开东马会更好呢 明晚千万不要错过 第十届沙州州选特别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心里面和一群 可能我们是很闵的 看十五轮转 我只是 那我和一举手 我们习惯在东马生活 我心里面被说 绳全是 他从哪里都一样 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 他不是很适合的年龄 为何有人离开 有人劝留下来 沙拉月周选特别报道 4月7号晚上9点整 就在DETV频道100